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讲13.6方向导数 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偏导数的概念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两个未知数的函数 就是fxy 那这个fxy这个函数来说的话 它会有对x的偏微分 以及对y的偏微分 那什么是对x的偏微分呢 对x的偏微分基本上就是你的y不动 然后x在动的前提之下 针对于某个特定的点 比如说ab好了 那在这个曲面上面的切线邪律 那这个切线邪律基本上就是指 绿色浅绿色这条线的切线邪律 好那这个对x的偏微分 基本上你可以想象成 就是在底下xy平面当中 深绿色这条线沿着 110方向的切线邪律 110方向切线邪律 也就是你的x会变 你的y不会变 那为什么我这边一定要取10方向 而不是20方向 而不是30方向呢 因为你的10方向 20方向 30方向 它们都是平行的嘛 所以基本上 你的倾斜的斜律 并不会受到 你要取10 还是20 还是30 有所影响 好所以呢 我们为了简单起见 我这边就取10方向来东西代表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y的偏微分好了 对y的偏微分 对y偏微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黄色这条线的 倾线邪律 那黄色这条线 基本上在xy平面上面 所沿着方向 就会是什么呢 就会是你的x不动 y在动 为了简单起见 基本上就是沿着01方向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过去所学的偏微分的概念 它就是最简单的方向导数 那方向导数 讲统统一点是什么呢 讲统统一点 它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想要问的是 不是10或是01方向的话 那它沿着其他正义的方向 它的这个 沿着点上面的切线邪律 是多少 好 那它的基本的想法 大概就会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我们为了要研究出 这个方向导数 它的更一般的结果 我们先来回顾 我们偏导数定义 好 首先 如果我们想要写的是 f对x偏微分的话 那你可以注意到 这个表达式当中 你可以把这个limit改写 我们可以注意到 它可以改写成是 fx加h动号y 可以看成是xy 加上h0 那h0你可以把h提出来 就是h倍的10 后面呢 你再减去fxy 好 整体你再除上给h 再来 如果我们现在要看的是f对外偏微分的话 注意到 它这里的定义呢 你可以改写成是 f x动号y 加k 你可以把xy部分可以提出 剩下部分是0k 0k你可以把k给提出来 所以就k倍的01 减掉xy 整个除以k 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 偏导数在几个上面的直观意义吗 你可以发现到 如果你是对x做偏微分的话 它就是沿着10方向 如果它是对y做偏微分的话 它是沿着01方向 那这个10跟01 在这个表达子当中 的确它也表现出来了 这也是10 这是01 好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直觉的解释是什么呢 要怎么样去严格的定义一个方向导数的概念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沿着其他方向来看 假设这个方向 我们先给个大纲 假设的方向叫做u 这个u呢 是u1 u2的话 我们来看 在这个图像会长什么样子 好 假设呢 你现在方向叫做u1 u2 好 我看一下拿什么颜色比较比较好 比如说 我拿一个 黄色比好了 那沿着u1 u2方向 基本上就这个箭头 u1 u2 那沿着u1 u2方向上 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它在曲面上面所形成的这个轨迹 就会是这条线 针对这条线来说 我们可以画出经过FAB 它所对应的切线斜律 那这个切线斜律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得到的 好 所以呢 如果我们现在要回答 任意一个方向 u1 u2的话 那我们应该可以从上面的表达当中 经过类似的修改 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好 所以要怎么得到呢 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是10的话 那你就这边写10 如果你现在是对FAB 沿着01的话 这边就改成01 好 所以如果你现在沿着 不是10 也不是01 而是沿着u1 u2的话 它表达是 应该就会是 Limit H区均于0 F XY 再加上H倍的U1 U2 减掉F XY 整个出上H 好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 但是你在这个式子当中 我们需要注意一些细节 就是你这里的U1 u2 你不能够随便的选 什么叫不能够随便的选 因为你想象 我们刚刚在讲偏导数的概念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说 对X的偏微分 它就是沿着10方向 而不用写20方向呢 原因是因为 你沿着10方向 所形成的切线 跟你沿着20方向 所形成的切线 它们的这个线 它们的直线 都对待这个图上面的 绿色这条直线 那也就是说 你的10方向跟20方向 你选哪一个 都是一样的结果 好 所以如果说你的相量呢 只是方向一样 但是长度不一样的话 它应该来 应当对这个方向导出来说 没有任何的意义 好 所以我们为了要把 这个定义当中的 这个式子呢 写得更完善一点 也就是说 我们不希望发生 你的U1 u2的方向 跟两倍的U1 u2的方向 是结果不一样的 那我们不希望 发那种事情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要约定 我们这里的U1 u2的长度 好 比如说我们就假设 它的长度是1 好 假设它的长度是1 那在做这种单位化 假设的前提之下 我们这个方向导数定义 才显得有它的价值 好 不然你如果沿着U1 u2 或者是沿着5倍的U1 5倍的U2 它们直都不一样的话 那你这个定义 你就不符合我们的期待 因为平行的向量 它们方向导数应该要是一致的 好 所以有了这样概念之后呢 我们现在正式的来介绍 方向导数定义 把这叙述往上板 好 所谓方向导数是什么呢 假设我们的fxy 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那the directional derivatives of xy 在一个特定的点 ab好了 如果说我们沿着一个unit vector unit vector它的中文 其实叫做单位向量 单位向量什么意思 就是它的长度为一 那什么样去算一个向量的长度呢 比如说假设你有个向量 叫做ab向量好了 那ab向量的长度 我们用这个符号来写 那它的公式 这是高中数学哦 复习一下 它会是a平方 加b平方 开根号 好 所以如果说你的u是一个单位向量的话 那我们自己心中就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u1平方 加上u2平方的开根号 等于1 那你可以把根号给去掉 所以就是说u1平加u2平等于1 在这样的前提假设之下 你有了f 你有了ab 你有了u 我们就可以写出这个 函数f在ab沿着u方向的方向导数 那公式的话就是把这里的xy x的部分加上hu1 y的部分呢 加上hu2 那就是写成这个样子 a加hu1 b加hu2 然后最后呢 你要减去fab 在这个情况之下 方向导数为了有一个方便的记号来出表达 我们会用dufab来表示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样的概念 方向导数 好 那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现在考虑f 它是x平方加xy 那我们的问题呢 是想要问 沿着u等于根号1分之1 根号1分之1 这个向量的方向导数 好 那这个u方向呢 你可以自己去验证一下 前面的根号1分之1 它的平方 再加上后面的根号1分之1 它的平方 它们呢 的和会等于1 所以这里的u 其实它是一个unit vector 它是一个单外向量 所以我们这边的公式呢 可以直接带入 好 那它带入的样子呢 基本上就是dufxy 它又等于是limit h取近于0 这里的f呢 你这边要带的是x再加上hu1嘛 那这里的h照超 那u1的部分是根号2分之1 所以就是根号2分之1h 那1的部分呢 再加上根号2分之1h 减掉fxy 整体呢 你除上h 整体你除上h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方向导数 带入之后的式子 好 这个式子呢 我们把我们函数f带入 你就可以得到说 里面的h分之1 我先提出来 里面它就会是x加2分之1h 的平方 再加上x加根号2分之1h y加上根号2分之1h 整个呢 你减去x平方加xy 好 那为了消去里面的一些 多余的项后 我们注意到 你可以发现到 这边的x平方 这里会出现一个x平方嘛 那x平方的部分 会跟后面的x平方消掉 然后呢 这边呢 你会出现一个xy 那xy的部分呢 你也会跟后面的xy消掉 好 也会跟后面的xy消掉 所以 仅剩的里面的项呢 里面 比如第一个括号好了 a加b的平方 就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那a平方已经不见了嘛 所以就只剩下2ab 所以就是根号2分之2xh 再加上根号2分之1的平方 就是2分之1h平方 好 这是第二个括号 好 再来第二个括号部分 也就是这两相乘 这两个相乘 原本应该会有四项 但是因为你的第一项xy 已经跟后面的xy相抵消了 所以它只剩下什么呢 只剩下这一项 这一项 还有这一项 好 这三项呢 我们个别都算一下 它就会是 它就会是根号2 分之1xh 再加上根号2分之1yh 再加上2分之1h平方 好 所以这些相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展开的样子 注意到 这里的h分之1 可以跟h分之1消掉 所以它狮子又可以更好看一点 那我们合并一些该合并的像 你就会得到说 它里面会变什么样子呢 里面会变成是h区均0 这里有一个根号2分之2x嘛 那这里有的根号2分之1x 合并在一起 就会是根号2分之3x 那后面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2分之1h 这里呢 有一个2分之1的h 两个2分之1h 加在一起 就会是h 那外面的部分呢 这里只剩下一个 根号2分之1y嘛 所以 就再加上一个 根号2分之1y 好 这就是我们 剩下的 来的一些 结果 那你现在你的h要去近于0 所以这个部分 就可以不用看了嘛 答案就出来了 就会是 根号2分之3x 再加上 根号2分之3x 根号2分之1y 当然 你可以在这个方向导数中 带入一些特定的值 比如说 我们带入1 2这点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它的方向导数 duf12 它的结果就会是 根号2分之3 乘上1 再加上 根号2分之1 乘上12 那它的数值呢 基本上就会是 根号2 分之5 好 根号2分之5 那从这边的话 我们就实际的看出来 一个具体去计算 利用定义 得到 方向导数的例子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如果我们 函数给的 稍微复杂一点 不是像这边给的 x平方加xy的话 这么简单的话 那你要去用定义 去计算 方向导数 数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也相当的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 就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 到底有没有一个 计算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的 方向导数计算 变得容易 变得容易许多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定理 好 这个定理呢 讲的是 我们一个函数f 沿着u方向 对ab这点的方向导数 你只要去计算什么呢 去计算 gradient f u ab 去dot u这个方向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 我们稍微回忆一些事情 那这也是很多同学 在初学 这个方向导数 以及gradient的时候 常出现的一些问题 注意到 这里的gradient 我们上次之前有讲过 gradientfab 什么意思 它就是一个向量 第一个分量的部分 是f对x偏微分 带入ab 那第二个分量 是f对外偏微分 带入ab 好 所以我们这里的gradientfab 它会是一个什么 它会是一个vector 那我们这边的dufab 它出来 因为它是两个向量的内积 内积出来指 它一定是个number 所以它们本质上面是个很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是gradient t度 一个是duf 它是方向导数 好 在实际的证明这个定理之前 我先举一个例子 告诉你们怎么操作 比如说我们现在考虑的函数 叫做fxy 它等于x平方y三方 减掉4y 好 那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请你去计算 duf2-1 其中 这里的u是一个向量 它平行25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怎么求解 首先你要先注意到 既然你要带公式的话 那你就是要必须去算这个gradient 好 所以我们就先上一下 它gradient是多少 那这边的gradient 我们就对x平为分 对x平为分 它结果是多少 是2xy三方 然后后面的4y部分不用理它 那第二个分量部分 是对y做平为分 所以它是3x平方y平方减掉4 好 所以这是我们规点的结果 那有把规点算出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规点部分呢 代入 好 代入2-1 它计算出来值 会是-48 好 -48 你就慢慢代就可以知道了 好 那有了规点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去算u嘛 那 首先注意到 对的u 它的长度 必须只能是1 好 必须只能是1 而且呢 我们要知道说 但是我们知道说 这边的这个25 它的长度是多少 它并不是1哦 它长度是2平方加5平方 开根号码 那2平方是4 5平方是25 4加25是29 29开根号 是25这个方向的长度 25这个向量的长度 所以 我们应该要take u是什么呢 u就是25这个向量 整个呢 去除以根号29分之1 注意到 我们用到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向量 除以它的长度之后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单位向量 好 我们用到这个概念 好 所以我们这边的u呢 就可以去这样取 好 在这样前提之下 我们得到什么结果呢 利用刚刚的公式 du f 2 2 1 它就会是一开始 我们刚刚算的规点结果嘛 就是-48 它去 DOT DOT 根号29分之1 然后25 那这边回忆一下 DOT的运算怎么去计算的 首先这根号29分之1 你当然可以提出来 然后根号29分之1可以提出来 那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呢 里面的东西就是内层内 就是4 -4乘上2 就是-8 再加上8乘上5是40嘛 所以 40减掉8 就会是32 好 所以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要去计算 它的方向导书的话 它的值 就会是 根号29分之32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是一个例子 现在 我们来给出这个定理的证明 好 Proof of Theorem 好 给出这个定理的证明 那这个定理的证明呢 本身依赖于这个 本身依赖于我们对于方向导书的认识 首先 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好 注意到这件事情 就是 你的单位向量 其实你都可以表达成什么呢 都可以表达成是 cos θ s θ 对吧 因为你的任何单位向量 假设是u1 u2好了 u1 u2 它既然是单位向量的话 它就会有u1平 加u2平等于1 那怎么样的横等式 它永远可以表达的是 平方加平方等于1这个现象呢 显然的 那就是cos平 加塞平等于1嘛 所以 如果你的u既然是 从任何的方向 都可以去靠近我们的ab点的话 那你任意的方向去靠近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是可以沿着 假设如果它是 θ角的部分的话 它就是cos θ sin θ 好 所以我们任何的这个u1 u2 这个方向呢 都可以改成的是cos θ 在这样认知底下 我们考虑 考虑 等一下在讨论中的x呢 它会等于是a再加上tcos θ 那等下考虑的这个y呢 它会等于是b再加上tsin θ 那这里的a加tcos b加tsin 要怎么理解呢 你就可以想象成就是这里是ab 然后xy在这边 那xy与ab的关系是什么呢 基本上 它们就是差了一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呢 就是tcos tsin 那cos sin呢 它长度是1 所以目前呢 我们所画的这个xy与ab的距离 长度是t 好 长度是t 好 那我们现在首先先假设x长这样子 y长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还要假设 有个函数叫做g g呢 是什么样的函数 它是一个跟t有关的函数 那这边的话强调的事情是 我们的函数fxy 它原本就是两个位置数函数嘛 但是因为你的x可以用t来表达 你的y呢 也可以用t来表达 好 所以 我们现在的gt就把它写成是f xt yt 也就是说我们的fxy 我们全部都用t来表示 我们全部都用t来表示 好 在这样前提之下呢 我们考虑 因为你这里的g是一个单变数的函数嘛 我们考虑把它做对t的维分 如果你想把它对t做维分的话 你就得到什么呢 利用圈弱 它就是f对x偏维分 再加上x对t的维分 再加上f对y的偏维分 以及y对t的维分 好 这个是用到圈弱 好 那这个圈弱的结果等于多少呢 第一个 它当然就是fx 到fx xy嘛 那第二个呢 就是 诶 x对t的偏维分 多少 那显然 那就是指向这边的系数嘛 cosθ 好 再来 后面 f对y偏维分 就是fyxy嘛 那再来 就是什么 就是 sin θ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g对t的维分后结果 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表示 好 这时候 我们考虑 两个 呃 我们考虑一个数值 叫做g'0 这里的g'0呢 我们把一些该带的东西给带一带 比如说 你的t如果是0的时候 t如果是0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不见了 这个就不见了 你就这里的xy 会变成ab xy变成ab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就是fx ab cosθ 再加上f y ab sinθ 那在这个表达式当中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它就变成是fx ab f y ab 整个g'0 cosθ sinθ 好 那这时候 我们注意到 第一个这个向量 就是我们的规点f 那第二个向量 因为我刚刚说过了 任何的单位向量都可以表达成cosθθθ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u就是cosθθθ.u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g'0它的另外一种解释 另外一种解释 我们这边的u是假设为是cosθθθ的 好 再来 我们要注意到 g'0又有另外一种表达方法 怎么表达呢 我们使用到定义 根据定义 根据定义 它就是limit t趋近于0 gt 净掉g0 整个除以t嘛 那这个gt等于多少呢 gt的话 我们把它带入原本的函数里面去 它应该就会是f 这里的xy是什么 这里的x是a加tcos y是b加tsin 所以就是a加tcos b加tsin 好 整个解释到g0 那g0在这边是多少呢 g0在这边 g0我刚刚算出来 g0是什么呢 g0就是 这里t是0 然后这里t是0 所以就是 fab 这个fab 那这个表达式当中呢 我们注意到 它下面 下面是除以这个t 下面除以这个t 好 所以这个表达式 基本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方向导数嘛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u就是cos θ 这里的u2就是sinθ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方向导数的定义 dufab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定义的证明 好 这是我们这个定义的证明 那当然这个定义呢 你除了会去用 会去证明之外 你也可以去试着想一下 这个定义呢 它是不是直观的 怎么说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的规定 fab.u 它可以看成什么东西呢 它可以看成是 f对x平和分 乘上u1 再加上 f对y平和分 乘上u2 那这个表达式当中 你就想想看嘛 如果是沿着 10方向的话 也就是说x会动 y不动的话 那就是fx嘛 那就是f对x平和分 那如果是沿着 0一方向的话呢 它就是f对y平和分嘛 好 所以fx 它本身代表是 10方向 fy 它本身代表是 0一方向 那这时候 如果你想要表达 u1 u2的方向来看的话 你要怎么表达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u1倍的 10 再加上u2倍的01 那u1倍的10 那不就告诉你 就是u1倍的fx吗 那u2倍的f01 u2倍的01 就是代表是 u2乘上fy 好 所以这个公式 虽然它看起来 那么一点讨厌 突然出现了好几 有好几个你们同学 可能以前过去 不成习惯的符号 但是他用这种方式 去直观 去理解的话 它其实是 还蛮直观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这是我们方向导数 它的一些计算 以及它的这个定理 的介绍 刚刚讲完了方向导数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 gradient vector 刚刚我们讲过 以双变数的情况来说 gradient vector 它的意思就是 f对x偏微分 以及f对y偏微分 合并成一个相量 但是 其实gradient vector 它在几何上面 也有其他的解释 就像我们在这边 要解释两种不同的观点 for这个gradient vector 那这个t度向量 的几何解释 跟据我的经验 有蛮多的同学 在这边会有一点卡住 所以同学们 务必在这里 多花一点心思 去了解 这个t度向量 它在几何当中 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好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 我先讲 它的直觉是什么 它的一开始 问题是这样子 假设我们现在 有个山坡 那这个山坡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假设 假设 假设在这里 有一个人 他站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人 他爬这个山坡 你就来开始 做选择 请问 你觉得是往这边爬 还是往这边爬 还是往这边爬 它的爬行的 这个坡度最斗 好 你跟我三个方向 A B C 那我相信 实际有爬过山 或者是你单纯去想象的话 应该也能够判断 A的方向 它应该是 坡度最斗的方向 至少相较于 B C方向来说 好 所以我们这边的 第一个观点 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我给你一个曲面 在这个曲面上面 随便点一个点 我要问的问题是 请问这个点 沿着哪一个方向 它的倾斜程度最大 又或者说 讲方向导数的观念来讲的话 就是哪个方向的方向导数会最大 方向导数会最大 这个方向导数最大的方向 我们等一下可以去说明 其实就会是提度向量 就会是提度向量 这个结果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 好 首先我们回忆一下 第一位F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就是gradientF.U 这边我要写清楚 不然我的D跟gradient 显得很像 一个是倒三角形 一个是D 好 有这个等式之后 我们考虑 两边取绝对值 就是DUF 绝对值 它会等于是 绝对值 gradientF.U 好 那这个值等于多少 内积的意思就是说 长度乘长度乘 cosθ 所以它的结果 应该就会等于是 gradientF 它的长度 乘上U的长度 正乘上gradientF与U 这两个向量之间的夹角 夹角θ 就是cosθ 请记得要加绝对值 好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有这个算式 这个算式里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事情是 第一个 我们的cosθ 什么意思 我们这里的θ 什么意思 它就是U 跟gradientF之间的夹角 这是θ 然后再来 这里的U的长度 其实因为它单位向量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它的长度是1 然后cosθ的绝对值 因为我们知道说cosθ 它一定介于-1到1之间 所以它取绝对值之后 它一定就小于等于1 好 所以它会怎么样 它就会小于等于gradientF的长度 好 这边注意到一个 我们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就有学过的一个不等式的概念 就是说现在 如果有一个塑料x好了 x你加上一个绝对值之后 它是小于等于a 这一值是什么 这一值是你x与0的距离比a还要小 也就是说你的x 一定会建在-a到a之间 现在我们有什么样不等式 我们现在有的不等式是duf 这个东西的绝对值 小于等于这一坨东西 所以你可以把 这里的duf 看成是x 那你把这整个gradientF的长度 视为a 那就是x绝对值小于等于a 那我们根据这个概念 我们会马上写出一样 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就会有个结论 就是 -a的绝对 -a 那a刚刚说过是gradientF的长度 它会小于等于x 那x在这边是duf 那duf会小于等于gradientF的长度 好 那这就意味着说 只要我们这边的不等式的等号成立的话 那就表明我们的方向导数 最大最大的值 就会是gradientF的长度 最小最小的方向导数 就会是gradientF的长度 在外面加上一个符号 好 在外面加上一个符号 好 接下来我们来个别分析一下 到底什么时候等号会成立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等号左边 如果左边这个小等于发生等号的情况 它意味着什么呢 它就意味着 这里的上面的式子当中 你的cosθ是什么 cosθ当它为-1的时候 才有可能这里刚好是负号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什么时候cosθ会是-1 cosθ等于-1 如果我们现在角度 就是只限制在0到2π之间的话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里的θ就是π 如果说你的θ是π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的θ是长这么大 也就是说我们的u跟gradientF 它的方向刚好相反的时候 假设这是u 这是gradientF 当我的u的方向 刚好跟gradientF相反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的u跟-的gradientF 同方向的时候 那它就会保证 我们的方向导数会是最小的 好会是最小的 那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 比如说我们看的是 这个不等式 在这个不等式当中 什么时候等号成立呢 它等号成立的条件 当然就是我们在这个上面 的式当中的cosθ 好巧不巧的 等于1 那cosθ等于1 在θ为0到2π之间的话 它的角度应该就会是0 θ等于0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u跟gradientF 同个方向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最大的方向导数 好 那它方向导数的值呢 刚好会等于是gradientF的长度 好 所以我们有这个结论之后呢 我们把它统整写下来 好 统整出来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的结论就是 conclusion 我们的结论就是第一个 当你的u跟-的gradientF 它会有最小的方向导数 那既然有最小方导数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它是以最快的速度往下滚落 假设就是一个三波 那三波当中你放一颗球 它最快滚落那个方向 那就是负的gradientF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F它会递减最快 递减最快 好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它到底递减有多快呢 你说它的方向导数是多少呢 它的方向导数就会是 使得让这个不等式变成等号码 那在这情况下它的值刚好就会是负的gradientF的长度 那这是第一点 再来我们看第二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讲说 如果我们的u跟gradientF 它们有相同的方向时候 它们有相同的方向时候 那么我们的F呢 基本上它就会达到最大最大的方向导数 那既然有最大最大方向导数 这就意味着F它越难爬行 也就是它如果以这个方向来走的话 它上升的速度是最快的 那在这个前提下 它上升速度有多坏呢 就会是等号成立情况 它的方向导数的值嘛 就会是gradientF的长度 那你可以在这边注意到的事情是 这个结果呢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你就想想看 假设有个斜坡 那假设你有一个球 或一个球 那如果说你往上走这个方向 它是最难爬行的话 那你相反的你看它对应的相反的方向 它就是最快滚落的方向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这个斜率的部分 当然第一个就斜率 这个上升的这个方向导数会差个负号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方向的部分 也是差个负号的 最难爬行就是gradientF 那最快滚落的方向呢 就是负的gradientF 好 所以这是我们gradientF 它的几何解释中的第一个现象 接下来我们来举个例子 说明这一个现象 假设有个函数F 它是1分之1x平方 加上2分之1y平方 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在1这个点 到底它的方向上 沿着哪一个方向走 它会是成长数最快的 那沿着哪个方向走 它的成长速度是最慢的 那这里最慢是指下降速度最快了 滚落速度最快 好 那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呢 显然我们要先算出 它们的gradient在1的位置 好 所以呢 首先gradient的计算 就是把它分量 对x偏为分 对y偏为分嘛 那分别算出来只是x跟y 这边你要带入11 所以我们这边的gradientF的值 就会是11这个项量 好 所以根据刚刚的结论 F它在哪个方向上 成长速度最快呢 基本上就是跟11这个项量 同方向的单位项量 因为请记得 如果你要写我们的方向的话 那必须要跟 要是一个的单位项量 要是个单位项量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结论给写下来 就是长度要除掉 就是根据二分之一 根据二分之一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要问是下降速最快的话 那它的方向就会是刚刚的gradientF的方向 要再加上一个负号 要再加上一个负号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里的这个现象 在图上面来看是否直觉 来 我们把这个图给搬到上面来 好 在这个图当中呢 我在这边已经画了 Fxy等于二分之x平方 加上二分之y平方的图形 在这个图形当中呢 我们xy平面上面给的好的点 是1 是1 针对于这个点来说 它在曲面上面的点 就是这个点嘛 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在这个点上面 沿着哪个方向走 它会是最快的 好 它是最快的 那在这个图当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 沿着哪个方向走呢 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个黄色箭头走 黄色箭头走 那这个黄色箭头呢 它在xy平面上面 是对应到哪个方向 那你把它投影下来 根据刚刚的计算结果 它的方向会是 根号二分之一 根号二分之一 那事实上 也与我们在图像上面 所表达的现象呢 是雷同的 是相似的 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计算结果 然后我利用这个例子 来印证它 那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更熟悉 清楚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如果说要再谈更多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去问什么呢 可以去问这个黄色箭头 好像说橘色圈起来 这个黄色箭头 它的这个斜率是多少 也就是它的方向导数是多少 那它方向导数值呢 我刚刚说过了 它的值 基本上就是gradient f 它的长度嘛 那gradient f 在这边算出来是11 所以它的斜率 在这边 就是11这个向量的长度 也就是根号二 那如果说你要问的是 倾斜方向最小呢 也就是往这边跌落 跌落的话 它的倾斜的结率多少呢 就是gradient f 它的长度再加上一个符号 也就是负跟号二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gradient的这个意义 为了要给出gradient的 另外一种集合解释 我们这边要来介绍 数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等高线 如这张图所示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有三个圆环 甚至包含最底下的黄色圆环 这三个圆环 它们各自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它们各自的共同点 都是它们的z都一样 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其实就跟我们过去所需看到的 比如说在你去爬山 或者是你在地理的 学的课本上面看到的 有所谓的等高线嘛 那等高线呢 在我们的数学当中 也有像这样类似的概念 如果以严格的方式来讲的话 你可以想象 这三个圆环呢 假设我都把它放在 xy平面上面的话 那这时候 它们这些点的轨迹呢 其实就会是我们 作为等高线它的一个定义 好 所以这个定义呢 我们现在就把它写成 下面的文字叙述 它文字叙述 就是跟你讲说 首先 我们先随便选个实数k 那针对这个函数f来说 我们收集所有的点 the set of point 使得说fxy.k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 我们就把这些set of point 这些点的集合 被称作为是f 它的等高线 level curve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是类似等高面 就是你的位置数 可能不止两个 可能是三个 那我们就会有等高面的概念 就是fxyz.k 那等高面的概念呢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也有类似的应用 比如说等温面 等压面 为什么道理呢 比如说以等温面来讲 一个地方的温度 它必定考量到什么呢 必定考量到它的精度 纬度 甚至是它的海平面上的高度 所以它在这个情题之下 就是如果你要把所有的 相同的温度 用一个面来做取代的话 它就会形成是一个等温面 好 所以不管是等高线也好 还是等温面而好 它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给出定义的 给出定义的 好 接下来 有了这个定义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 gradient vector 它到底还可以给出 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集合解释 在看它的文字叙述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假设这张图呢 它是一个等高线的图 等高线的图 当然我们已经把它投影在 xy平面上面了 对于这张图来说呢 我们注意到 假设在叉叉这个点好了 叉叉这个点呢 你可以想象 它最快爬行的方向是什么 最快爬行的方向 要么就是上面这个箭头 或者是下面这个箭头嘛 你总不会说这个箭头 它最快爬行的嘛 因为它的每一条白色线 都是等高线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最快爬行呢 或者是最快滚动方向 就是这两个橘色箭头 那相对于这两个橘色箭头来说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等高线 它所对应的切线 是什么 在这里 那这个切线呢 它有个特征是什么呢 它的特征 你就会发现到 它应该就会跟 橘色的箭头 是垂直的 那同样道理 这个切线本身呢 也会跟这个下面的 橘色箭头 是垂直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说 我们的level curve 是白色的部分嘛 level curve本身 它会跟我们的gradient vector垂直 gradient vector是橘色的部分 那这个绿色的切线的斜率呢 当然就是指我们这个level curve 它的切线斜率 好 所以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把它文字续数 再重新的述说一次 假设C是一个level curve of f 那这个level curve呢 它通过一个点ab 假设这里的fab等于k的话 那我们要去说明的是gradient fab 它一定会跟这个level curve垂直 会跟这个level curve垂直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 我们考虑把level curve c参数化 那怎么样去参数化呢 我们来做一个思考 假设你的c长成这个样子 那针对这个曲线c来讲 我们可以考虑一个t走 t走坐标 它从0开始 那这时候我们考虑一个function 假设这个function叫做r的话 那它就对应到 比如说这个点 它可能是t等于0 这个点可能是t等于1 这个点可能是t等于2 点点点下去 所以一个曲线c 你要怎么样去表达呢 要怎么去描述呢 你可以想象成 就是一个t轴 然后作用一个连续可微分的函数r 得到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好了 或许同学们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 假设有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 你要怎么用参数式的方式来表达呢 你基本上可以想象成 如果我们这边约定好 这是t等于0 然后约定好 这是t等于 比如说这是2分之π 然后可能约定好 这里的t是π的话 那这里有一个 很常用到的一个参数式表达 就是cos t sine t 那cos t sine t 基本上就可以来去描绘出 这整个曲线的现象 所以一般来讲 任何的一个曲线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就是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参数化 好 所以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 我们就来假设 假设这里的level curve 假设这里的level curve 它可以表达成是rt 那这里的rt呢 它有它的x座标 也有它的y座标 分别是xt跟yt 好 那这边呢 它当然是随着t而动 而改变它的x跟y 好 在这样的提醒之下 因为呢 你的c是一个level curve 所以我们就把xt yt 带进去f里面 它就会是一个 横围常数的一个结果 所以f 括号xt yt 它就等于c 好 那这里请注意 这里是小c 那刚刚的curve是用大c来表示 两边我们这时候对t做微分 那既然你对t做微分的话 它第一个是就是partial f partial t partial f partial x 然后呢 dx dt 再加上partial f partial y 再来是 dy dt 那常数c 它的这个微分的结果呢 会是0 好 所以从这个式当中 我们得到的结论 就会是 f对x的偏微分 f对y偏微分 与 x对t的微分 y对t的微分 这两个项量的内积呢 会是0 请注意 内积的定义就是 前乘前 加上后乘后 fx 乘上x't 再加上fy 乘上y't 好 那就符合这边的期待 好 那这个式子呢 你把它改写一下 fx fy 就是我们的gradient f 那后面的x't y't呢 基本上就是rt 你把它做微分嘛 所以 就是r't 所以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gradient f 跟rt 他们一定垂直的 一定垂直的 所以我们的gradient f 一定会跟level curve c垂直 好 那就是我们这一个函数 一定会跟level curve垂直的一个证明 一个证明 那可能 有些同学会去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曲线 它的这个切线的斜率 会是r't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如下的思考 假设 这是rt 那假设呢 这是 某一个t好了 这是某个t 那假设 这个点 是在t加delta t的时候得到的 那什么意思 叫做这个点的切线呢 这个点的切线 基本上就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点之间的割线的斜率 你在让delta t趋近于0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这割线的斜率是多少 这割线斜率是多少 那这个斜率怎么算呢 你可以想象成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向量 它们的相减 那你就可以得到上面这个向量 好 这个向量相减等于什么呢 第一个向量是rt加delta t 第二个向量呢 是rt 所以这时候 如果你把rt加delta t 与rt相减的话 那这时候 你会得到的这个向量呢 基本上就跟橘色的向量是平行的 但是呢 如果说 你现在想要把它取极限 比如说 现在我想让delta t去近于0 那当你的delta t去近于0的时候 尽管你得到的结果 理应上应该要等同于 这个黄色的斜率 但是 但是 如果你还记得 我们刚刚所说 r是一个连续的函数的前提的 这个前提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值会等于什么 这个值 它的limit应该会是0 那0向量 它跟任何向量都平行啊 好像得不到什么结论呢 所以我们就有个想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我们不妨 把这个东西 除以一个数字 那它除以一个数字 它不改变它的方向嘛 那我们就不妨除以一个数字叫delta t 那当你除以delta t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向量 这个出来的向量 应该第一个 它就会跟这个黄色的向量是水平的 是平行的 第二个 这个向量本身呢 它就吻合我们对于r' t的定义 好 所以这边你可能就是稍微可以 细心的同学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 c的这个切线的斜率 为什么 它就是r' t 那它的理由就解释成 我刚刚的这个样子 解释成刚刚这样子 好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 来看下一个重点 叫做tangent plane 或许可能会有些同学感到疑惑 我们上个礼拜 不是已经有看过一些 切平面的计算的方式了吗 那我这边要提两点 那来解释 为什么我这边要继续来讨论这个东西 好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上次讨论 切平面的方法 是根据片维分的定义去操作的 好 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工具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等高线与这个t度 垂直这个性质之后 我们针对于切平面的概念 其实就可以有更多的想法 去做讨论 好 这是第一个 那再带第二个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上礼拜所讨论的主题 只能针对这种提醒去操作 也就是说你的函数已经给好了 z等于fxy 如果你的z已经给好 是等于fxy的话 那它的这个切平面 那我们就有个公式可以直接带 好 但是我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说我们现在呢 假设在平面上面好了 假设这个很简单的 假设就是做什么 比如说fxy 等于某个c 或者等于某个k 它是一个等高线 又或者说它是一个等高面 比如说他就跟你讲 fxyz等于k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 你的z不一定可以表达成xy的样子 你的y不一定可以很简单的表达成x的样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该如何求出切线 或者是切平面 这便是一个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一个课题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延续上礼拜的讨论 然后呢 同样的这个单元也是放在我们的课本的13.7 然后来讨论一下 到底如何用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观念 来去讨论这个切平面或是切线的求法 那为了要去讲清楚他们的这个公式 那我想不妨就直接从具体的这个题目来开始看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 他是想要去算 有一个椭圆 它叫做四分之一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2 那我们想要问的是 在这个椭圆上面 比如说我们就取一个点 叫做负二一 我们要问的是 在负二一这个点上 它的切线的方程式是什么 它切线方程式是什么 那特别的你可以注意一下 你可以观察一下这里的 x平方除以4加上y平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它这里的这个x轴上的结局 这里是2跟2 那y轴上面的结局 这里是跟2 好 这个这是一些 它坐标上面的一些设定 好 所以在有这样的前提之下呢 我们来思考下 到底要如何求出它的这个切线的方程式 好 首先 我们想法是这样子的 考虑一个函数要的f fxy 就是个四分之一x平方 加上y平方 那为什么我们要令这个东西要做f呢 注意到 这个椭圆 其实就代表说什么 就代表说是fxy等于2 那fxy等于2 根据刚刚level curve的定义 它其实就是一条level curve 对吧 它就是一条level curve 那我们又刚刚讲过了 level curve 它会跟它的gradient上面是 它会跟gradient是垂直的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好启发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考虑在 这个负二一这点上面 做一条 做一条这个垂直线的话 那这个垂直的方向向量呢 其实就跟gradientf是平行的 这个方向就是gradientf的负二一 好 所以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先算gradientf负二一的值 然后等一下再说 等一下再说 好 gradientf负二一 它值等于多少呢 首先 我们先把gradientf的值算出来 四分之一x平方加倍平方 对x的偏尾分是二分之一x 再来呢 四分之一x平方加算y平方 对y偏尾分的话 它答应为是2y 好 算出来只我们把负二一带进去 你可以得到一个向量 叫做负一二 那这个负一二呢 它会跟这个切线是成垂直的状态 那我们不妨 假设这个切线叫l 好吧 假设这个切线叫l 就做这个tangent line 叫做l 在这样前提之下呢 你就可以得到 这里的负一二 就跟l 是垂直的 负一二 就跟l是垂直的 那既然你得到了一个向量 它跟l是垂直的 那我们到底要如何 求出l的直线方程式呢 一个简单想法是这样子的 假设我们在这个直线l上面 我随便取个点 叫做xy 叫做xy 那如果说我能够 用一个方式来告诉你 我的x跟y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们就得到了 l的直线方程式了 好 那怎么得到一个x跟y的一个关系呢 我们注意到 考虑这边的一个向量 考虑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绿色的向量 跟刚刚垂直的绿色向量 它们怎么样 是垂直的嘛 所以垂直就意味着什么呢 垂直就意味着内积 出来结果会是零 好 我们把这个结果写下来 就可以得到 第一个向量叫做负一二 负一二会跟什么样的向量 内积会是零呢 我们来看这个绿色的向量是什么 这个绿色的向量 基本上就是后减前 这里的后就是x x减掉负二跟y减一 好 所以把它写下来 x减去负二跟y减一 它们内积得零 那既然内积得零的话 这就意味着 我们把它乘开来 L的直线方程式呢 就会是负一乘上x 这里并加二的 然后呢 再加上两倍的y减一 然后它的结果会是零 通过一些简单的整理后 你会得到我们的L的直线方程式 它就是x减二y 等于负四 x减二等于负四 好 所以有了这边的结果 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这个直线方程式 到底一般来讲 你要怎么写出它的一个formula呢 注意到 这里的负一二是什么 这个是对x评为分 这个是对y评为分 那这里的这个减去负二跟减一呢 这里的负二一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开始我们题目给好的 这个负二一的点 好 所以有了这样的观察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 我先给一个曲线C 那这个曲线呢 其实就是一个level curve 它表达式呢 就会是fxy等于k 好 那假设现在有个点 A B 它在曲线C上面 它在曲线C上面 那这时候 如果说我们想要问它的tangeline是什么的话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程式来代表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程式来代表 这里呢 你可能 你可以多加个equation of 那它的方程式是什么呢 它的方程式就应该会是 f对x的偏微分 在A B这一点乘上 x-a 再加上f对外偏微分 代表A B这一点 乘上y-b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直线方程式的公式 就是这个公式 就是在我们这个情况之下的公式 我们这个框框把它记录起来 把它记录起来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结果 同样的为了介绍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从一个例子下手 假设呢 那这边我们要讨论的这个曲面 是x平方加y平方加z 兼9等于0 那这个曲面呢 在这个xyz空间当中所画出来的图样 就是这边画出来的这个蛋头形的形状 特别的你可以注意到 对x方面的结局就是3 对y这边的结局也是3 那同学们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自己试试看这个图形 该如何做绘制 好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要经过一二是这一点 去算它的切平面 好 这个切平面的方程是到底要如何做计算呢 其实我们在这边会有两种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其实就是我们用到上礼拜所教的 因为我们这里的z 你可以注意到 这里的z 你可以把它改写 变成是9-x平-y平 所以呢 你的z可以用x跟y来表达 那既然你的z可以用x跟y来表达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带入上次的公式嘛 就是你z的fxy的话 那它的切平面方式就长这个样子 好 就长这个样子 好 所以如果说这里的就是fxy 那我们现在就把公式给带进去看看 好 这里的z 减掉 fab是多少呢 fab就是f12 f12在这里就是4嘛 因为它就是过12是这一点 所以就是z减4 再来呢 fxab是什么呢 上面的fxy对x做偏为分 就是-2x嘛 所以你就是要把-2x 带入x跟y是什么呢 是12 然后呢 再乘上x-a 这里的x是什么 这里的a是1嘛 那再加上f对y偏为分 上面的函数对y偏为分是-2y嘛 那-2y这个值呢 你要再带入xy是12 然后再乘上什么呢 乘上y减b 这里的b就是这边的y 就是2 好 就是2 所以就是y减去2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吧 这边整理一下结果就是-2 乘上x减1 然后后面你带入1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4 12带入就是-4 乘上y减2 好 乘上y减2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第一种减法当中 得到的切平面的方程式 然后以及它的做法 以及它的做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种做法 那第二种做法就是要用到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gradient 与这个 这个level surface之间的关系 这边我们假设 刚刚不太一样 刚刚我们假设是fxy 是z减9减x减y平方 好 现在我们要考虑一个新的函数 叫做fxyz 这个fxyz 它想要表达的是 x平方加y平方 加z减9 那你这边可以注意到的是 这时候我们现在所讨论这个图形呢 就会是fxyz 等于0的一个level surface 那真的这个level surface 我们可以知道说 它的gradient会跟level surface垂直 那你这个概念 其实就跟以前刚刚讲差不多了 我们之前讲过的 在两个位置数成立的结论 同样的也可以在三维中 四维中 五维中 甚至N维中的讨论也是成立的 所以在二维中我们讲了这个level curve 跟这个gradient是垂直的话 那在三维空间当中 level surface也要跟gradient垂直 好 所以这里垂直的向量在哪边呢 它基本上就是在这边 就在这边 它是垂直的 这个方向是gradientf 是gradientf 那等一下我们就把gradientf算出来 好 所以gradientf这边的话 它的值会等于多少呢 好 注意到gradientf 我们带入 这里的负一 一二四 gradientf带入一二四的话 它就是什么 来 对x偏为分 就是二x 对y偏为分 就是二y 对z偏为分 就是一 好 这时候如果你带入一二四的话 你去算它的结果 答案会是 二四一 那这个二四一这个向量 基本上就会跟这个切平面一是垂直的 跟切平面一垂直的 好 那既然跟切平面一垂直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一下 这个切平面一到底要如何把它的方程式给列出来 那为了方便起见后 我们就把这个平面上面的一 比如说我们就随便选一个点 随便选一个 那这个点的 假设这个点的坐标叫xyz好了 那我们要问的是 这里的xyz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你能够把xyz之间的关系给写出来的话 那这时候这个关系式本身就会是这个切平面一的方程式 好 那为了讲清楚这个概念 我们在这边连一个向量 好连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 还记得吗 gradient跟这整个平面平行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个平面当中 找到 随便找一个向量好了 比如说这个绿色向量 那这个绿色向量 一定也会跟这个什么 gradient垂直 好 那既然垂直的话 就代表说 我们就会有个结果是内积等于0 好 那接下来 所以呢 我们就会得到说 gradientF在这里是241 241跟谁垂直呢 跟谁内积等于0呢 来看一下 这里的绿色向量的 这个大小 绿色向量是什么呢 就是x-1 y-2 z-4 好 所以你就dot x-1 y-2 z-4 然后它要等于0 好 它要等于0 好 那你这个方程式稍微整理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1的方程式呢 它就为 2乘上x-1 再加上 4乘上y-2 再加上 z-4 然后它会等于0 好 它会等于0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第二个 求这个 呃 切平面方程式的方法 那你可以自己稍微对照一下 刚刚算出来这个结果 跟现在算出来结果 两者 它们应该是一样的 好 两者它们应该是一样的 好 那只不过说这边的话 它的好处是 我们这里的z 不一定要写成是xy的样子 也能算出切平面 它的特别的功效在这边 那同学们回去做习题的时候 应该也可以体现到这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结论给写下来 conclusion 它结论是什么呢 首先 考虑一个曲面 那实际上我现在给这个曲面 它是一个等值曲面 level surface 假设它就是fxyz 对k 好 那并且呢 假设有个点叫做abc好了 这个abc呢 它是在这个曲面s上面的 在这样前提之下 我们可以给出切平面的方程式 then the equation of the tangent plane 那这里呢 我们要通过abc 那它的方程式呢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就是f 对x的偏外分 带入abc 这边你要乘上 x-a 再加上f 对y的偏外分abc 乘上y-b 跟刚刚的逻辑一样 再加上f 对z的偏外分abc 乘上z-c 那它的值应该要等于0 它要等于0 那这个公式的由来 基本上你就是用刚刚的例子去思考 刚刚的这个2 4 1 基本上就是归联的嘛 那就是f对x偏外分 对y的偏外分 对z的偏外分 然后这里的减1 减2 减4 这里的124 就是刚刚的点嘛 就是abc 就是对应到我们下面公司的abc 好 所以呢 这个结论呢 请同学们 务必 务必记得 好 那我想 这就是我们在这边 所讨论的一个 切平面方程式 切平面方程式 我把这里也是用框框的方式来做一个记录 我把这里也讨论的方式来做一个记录 我把这里也讨论的方式来做一个记录 我把这里也讨论的方式来做一个记录